我爸媽就是 他們也不是學經商 也不是學漁場經營的 他其實就是我們那個地方 剛好可以生出很多漂亮的小魚 自己配一配就能賣 那他們也不會用電腦 所以我媽的記帳 是記在小本子上面的 然後再按計算機 到底多少錢 所以基本上 我爸媽是沒有成本概念的 我問我媽媽說 這個面積多大養幾條魚 每一條魚吃我們的飼料水電費 所以一個月成本是多少 都沒有概念 所以為什麼他們就是 每個月在還利息 是沒辦法還到本金的原因 是因為他既有的模式 只能賺到這麼多錢 他沒有去想過說 他既有的模式怎麼調整 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那當然其實對他們來講 還債已經焦頭爛額了 他不會去想這個 所以就是算百費待舉 重新開始跑所有的文件 包括辦什麼養殖登記證 所有東西都我自己一手做 所以往往坐得好的時候 就凌晨兩點了 每天幾乎都是這樣 三點多又要出門了 兩點回家洗澡 睡到四點要上班 天啊 然後那個上班不是像我以前補習班 坐在那邊吹冷氣 就是青蛙裝下去 尋山架子 你要穿著青蛙裝 然後穿好然後下池塘 那其實很多媒體 在採訪我的時候 就也會希望說重溫就緊 穿著青蛙裝包好像水 我都會鼓勵 不好意思 大家都需要畫面 我都會鼓勵大哥 自己下去試試看 也下去試試看 因為其實那個池塘下面是爛泥巴 然後你穿著青蛙裝下去的時候 那個塑膠是會夾緊 因為空氣擠出來對不對 你站在水裡面 第一個腳是被吸住的 你會東倒西歪 所以你其實肌肉要用力的 緊繃的 然後那個青蛙裝就從你的腳 開始捏你 一路捏捏捏捏捏到你的腰上面來 然後血液就不流動嘛 所以你一上來的時候可能 甚至再一整天會黑青 可是你下天很熱 你是瘋狂的流汗 所以你就會長疹子 然後冬天是超級冷 因為風一直吹 把你頭一直吹 你吹 泡在下面吹一點起來 你頭也會很痛 所以其實當下就是精神是很緊繃的 白費帶菊 肉體是很痛的 有類似的 長蟻麻疹 掉頭髮 紫外線過敏 然後肌肉拉傷 因為我們扛一袋魚可能30公斤 你分兩次就要上下兩次 一次就把它扛上來 所以我是沒辦法躺直著睡覺的 一定要彎的 然後你可能只有睡兩個小時 那當然這期間 還有朋友會關心你 就各種不能要抱怨 抱怨到之後朋友就是 只要跟你講話就很傷心 所以你的朋友就越來越少 而且你會覺得 你的情況別人不能懂 那你就會也不想講了 就凡事都往自己心裡面吞 所以白天笑得像朵花 因為要接待客人 然後晚上自己就在那邊哭 因為你會覺得說 你那個賬算下來 就是永無止盡的 對 就是填不完的無底洞 就是我媽媽會鼓勵 我媽媽也知道再次還不完 她會鼓勵我說 你知道嗎 賺很多錢是一種成就感 還很多錢也是一種成就感 媽媽其實還算能量的 真相 不過人生就是這樣 這個是絕處逢生 快要沒有希望的時候 貴人出現 對 我覺得其實我很幸運 包括說我的人生記憶走來 有很多媒體也會問我 說你走到今天 然後你怎麼有辦法 從一個什麼都不會的 美術系的那種天真的小女生 然後變成一個好像很能幹的 國際型的金女王 那其實我會跟人家講說 人要善良 要真誠 那就是我在北京的時候 認識了一個外國人 外國同學 他在學校學中文的 他叫Chris 其實我回台灣開始上班也好 開始回漁場工作的時候 我會跟朋友抱怨 那當然會寫一些電郵 那他也是我其中一個 散發負能量的對象 但是他比較有趣的是說 我所有的朋友回我信的時候 會跟我共情 你怎麼那麼可憐 你爸怎麼那麼壞 那客人怎麼那麼爛 會跟我一起共情 然後你越共情就越傷心對不對 可是Chris是裡面唯一一個 他不跟我講這個的 我跟他說我多慘多慘 然後他就會回我信說 今天的北京天氣很爛 我去吃了很好吃的冰 結束了 你有時候很生氣這個人 怎麼都不跟你來來回回 你知道嗎 可是當所有的朋友都不再 跟你共情 或是他們也沒辦法承受 那麼大的悲傷的時候 反而這個人是你唯一一個 跟你還有回應的人 那我其實很感謝他就是說 其實他是一個很理智的人 很理智的人 他知道他讓你覺得 你還有朋友就可以了 他不要讓你在情緒上 一直往下線 然後一直到說我在漁場 大概做到第二年 我就想死了 因為人生沒希望了 那時候我就開始 我也不敢跟我爸媽媽講 說我想去死一死算了 那我就會剩下唯一這個朋友 我會跟他講 那我一開始寫信跟他說 我想要去死啊 怎樣 你情緒抒發嘛對不對 那你會想要看看他什麼回應對不對 他兩個禮拜後才回應你 因為他知道他當下回應你 你的情緒是很多多的 他真的很有智慧 那我就等到兩個禮拜後 我也冷靜了 然後他回信給我的時候又說 今天去爬了長城 然後大概我這樣 一直說要死的那個頻率 越來越密集的時候 他就終於跟我講說 我去台灣看你好不好 我都覺得很開心 好 有朋友要來嘛 給我一個期望了嘛 然後他就來了嘛 來了以後就看到我泡在水裡面 穿著青蛙裝那麼烙魚嘛 他就看不可惜的表情看著我 我說有人逼你嗎 我說沒有啊 他說有人拿槍指著你嗎 我說沒有啊 他說那你為什麼不要回都市去上班 你如果好好再上班 你一個月十幾萬的話 這邊全部都不要了 你是養得起爸爸媽媽的 你姐姐養兩隻 你也養兩隻 不是剛好的嗎 你為什麼放棄最好的選擇 去做一個最差的選擇 只是因為你覺得這樣很孝順 因為他是很理性的外國人嘛 他會覺得說你這個是不合邏輯的 那我就嗆他說你死到外裡不懂 就是我們這種中國人的文化 就是家人受苦自己應該要一起去承擔嘛 然後他就問我說那你 你想承擔到什麼時候 我跟他說我們家都蠻長壽的 可能我要等我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死了以後 我才可以泡去繼承 他說那掐子一算大概還有五十年 你才扛兩年你就想死了 後面哪有四十八年的事情 我說那就不然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們的東西到底是賣給誰 我說就賣給一些老闆 有別墅的養魚的人 他說那你有沒有賣給外國人 我說有啊 那個美國人都來跟我們買 他說你怎麼知道他是美國人 我說他進法必演 然後我很生活很單純 他說那我也金法必演 可是我是奧地利人 我說對 外國人不是只有美國人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把你們家最多的產品 不要最高也不要最低 就最多的那個產品 會賺錢的那一塊 你把照片給我 我幫你看看市場調查 那我們念美術系的市場調查 就像超市寫問卷 我們就只有這個概念 然後他就幫我去做市場調查 我後來才知道說 他其實是在北京學中文 他真正的工作是風險行銷管理顧問 對 但是他是很精英 他二十幾歲就很高了 然後他只是到我們學校去學中文而已 可是我一直以為他是個窮鬼 那有一段故事 然後總而言之呢 他就把我們家三千塊台幣的那個魚 然後他去做網路調查之後 他告訴我說 音音啊 我幫你找到一個市場 在歐洲 你這個魚在歐洲可以賣三千歐元 那時候是一比四十七倍 四十七倍的價錢 對 我那時候想說 如果我用四十七倍的速度前進的話 我可能不用還五十年了對不對 我就心裡面覺得有點小希望 可是我馬上又告訴自己說 憑什麼 你又不懂國際貿易 你也不懂這個觀賞魚的國際行銷 品牌你也沒有 你什麼都不會 所以其實你知道 你是有希望在那個地方的 可是你知道你到不了 因為你只有腳下這一塊地 這邊是汪洋 那邊是未知 你的能力跟財力都不允許的 然後我讓他說 那是沒機會的 我又想去死 然後他就跟我講 音音啊 我是你的朋友 我會希望你這一輩子是可以開心的 就算要死也要開心嘛 那你有沒有什麼願望 想要實現的 你寫出來 做得到的 寫實相 做完以後你再去死掉 然後我就會祝福你這樣子 他自己是心靈導師耶 那我就說 可是我是一個很講道理的人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講的真有道理 人要死呢 不能滿懷的那個悲憤對不對 人要死要在開心的狀態 所以我要去做 十件我想做的事情 那譬如說去海邊散步一天啊 彈鋼琴啊 找最好的朋友吃啊 吃個頓飯啦 但是我常常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可能我去海邊散步 三十分鐘我媽就給我打電話 那個人家來哭哭啦 你人家走一堆 我又不能跟我媽說 我散步完我就要去死對不對 我只要跟她說 好啦我馬上就回來 然後我就打斷嘛 所以其實我這十個願望 可能花了 散步一天都要花很久時間 花了一年多才去做 可是你是有進步的 你心情會慢慢比較平復的 那到當然中間會有很多挫折 比如說黑色會上門討債啊 然後把玻璃都打碎了 家具都打爛 把爸爸把骨折打到骨折啊 什麼送醫院什麼的 這種對一個二十幾歲小女生來講 就是都是不斷 又有很多打擊嘛 所以我又想去很確定要死了 然後克里斯就跟我講說 那這樣子好不好 你有沒有覺得你不太可能 實現的願望 寫十個 我幫你評估看看 那我第一個願望就是說 我想要看泛古的那一幅 信畫 真機 因為我學畫的過程都是看畫冊 我會買很多不同出版社的畫冊 打開每一個藍色都是不一樣的 因為印刷有色查 所以我心裡面很希望看到 是真正的泛古那幅信畫的藍 是什麼藍 但是我知道牠是在阿姆斯特丹 荷蘭的那個泛古美術館裡面 我這一輩子都到不了的地方 然後克里斯就跟我講說 你那個魚如果賣到歐洲去 只有四十七倍的價差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我們去荷蘭辦展覽 然後辦完展覽 如果你有賺錢 我們就可以去看信畫 我說怎麼可能 我說我又不會包裝 他說那不會包裝那就學 他說那把魚放在箱子裡面 你也不知道氧氣多久夠用 然後克里斯就跟我講 你們家魚不是很多 你就一隻兩隻三隻四隻五隻 就一箱一箱放 放在那邊四十八小時 打開誰死掉了就是氧氣不夠 誰還活著就是氧氣夠 沒有什麼科學單位 給我們做這些研究 就自己嘗試 然後他就跟我說 現在在荷蘭有一個展會 你如果把魚帶到那邊現場去 現場是可以賣掉的 你就會賺四十七倍的價錢 你真的如果能夠在那邊 賣掉一條魚 你就可以去看那幅畫 然後我說可是我們沒有錢買機票 他說你在補習班上班的時候 不是有辦信用卡 你給他刷爆 預見現金 就給他飛過去 帶著魚飛過去 我說那如果我去那邊 魚沒有賣掉的話 我還不出卡債 他說你不是要去死了嗎 你就在荷蘭直接跳樓跳河 死掉了一南也不會來找你 我覺得他講得好有道理 都沒有辦法反駁他 好有道理對不對 就去了 然後我就去了 對不對 然後去了之後 坐在那個小展位那個地方 就坐一個小游泳圈 然後把自己魚放到那個地方賣 那第一天沒有賣掉 第二天沒有賣掉 我就覺得很傷心 我要去死對不對 然後Chris就跟我講 第一天都是看貨 第二天就是比價 真正會下手都是第三天 你再等一等 等到第三天的時候 我真的就賣掉魚了 我好開心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算一下多少錢 我說算下去 那個機票錢是可以付的 租車錢也可以付的 廠位租金也能夠付的 還有剩下的錢 我們可以去吃肉 因為我們是帶泡麵去的 所以有吃到肉 我可以吃到薯條 然後還有多的錢 我可以去看飯谷那一幅畫 看完之後他跟我說 你其他的九個願望是什麼 我說我要看 林布蘭彈鋼琴的少女 我要去英國搭那個倫敦之言 我要去楊角村划船 我還要去那個南非的那個 野生動物園裡面 去住一個晚上 願望越來越大 他就說可以 你每次都比照辦理 防不出來就死在當地 然後我的人生的奇幻冒險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就是說當你覺得 生命的死亡 已經不算什麼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事情 什麼事情就會發生 情形就發生 你都可以做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你都想死 還有什麼不能做的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